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2019年的龙月 反对逃犯条例修订 引发的多场大型示威活动 成为全球焦点 年轻人是这场运动的主角 失望 敬方 痛心 绝望 令他们在短短一个月内 蜕变成长 聂出和声 林正开台 林正开台 聂出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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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書, 然後再出來考試 其實這次不是還有一次 但如果這條例通過了 香港就真的沒有了 來吧, 一、二、三 星星之火, 開月 星星之火 沛山今年16歲, 是一名中五學生 6月16日夜, 200萬人大遊行 已經是他短短一星期內第二次上街 他說這次反修例運動 令很多年輕人覺醒 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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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動 我身邊的朋友 其實可能是政治冷感的人 很多因為這件事 開始會關心多些社會 會願意走出來, 其實挺感動 我要讓政府知道 我們不是用由理阻割 我們自己有意見 香港這個社會 不應該由政府一手操作 應該是每一個市民一起打造 我省著設施 守母撤回条例 阿华 李嘉超 阿华 李嘉超 阿华 阿华今年十五岁 他和Sita 都是透过网上的反修例群组认识 他们参加过六九 六一二 六一六游行和集会 五年前雨傘运动 阿华和Sita只是读小学 他们的父母 分别有带过他们去金钟占领区 这次反修例运动 是他们首次自己参与 我们也是想林郑撤回这个送中 而且撤回对于香港六一二那天的暴动 如果说这场是暴动的话 策划者一定是特首 因为他们如果不是特首 有这个修订条例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出来 我们去特首办 这天他们响应号召 再来到立法会示威区 参加中学生罢课 期间有人发起包围特首办 但是事前没有向警方申请 对于首次参与这种活动 他们都显得诚惶诚恐 我会联练一些朋友 找个人叫律师 一会儿就会看法 我怕有什么发力空险 但如果我真的被人抓了 我会有点担心 之前六一二警方都做了很多 有布袋弹 有胡椒泡沫有成 我觉得起码可以让林郑知道 我们不会同意的级门 我们一定要持续 持续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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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一个几钟左右 放假 持续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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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林郑可以出来讲解 如何解决这件事 她最后没有来到 持续放假 持续放假 现在去煲底 就是立法会那里 去看看一个战友 我的朋友都去街 吃饭,看起来那些 我觉得去煲底 看看情况怎么样 这个才是最重要 今年读中衣服的阿华 学校考完试 放学回家换衣服 就赶去立法会示威区 他们是哪里 有些人可能会陆续 在下午都会来 可能会说6月51日 有些什么可以做 我今天来算是光坐的 但是我听人说 下午5点会有行动 所以我就打算留到5点 开始去准备心情 这次反修例运动 没有带台、没有领袖 他靠网络讨论区 留意行动细节 所以要经常看着有什么最新资讯 刚刚我数了 装了的一个有关 反送中的群组 数了三十多个 某程度上都是 好像在玩安拉机 因为有很多策略 都是可以自己想到出来的 为了这个理念 我们是可以 就算不懂的人 我们都可以很 很愿意去帮助 很愿意去 就是最初一分历 读中四的Cita说 汪郭曾经是他和朋友 放假整天去的地方 我喜欢边四那边 不过因为反修例运动 令到他的生活 起了很大变化 他说我示威的 我觉得我示威的 你看 我很害怕 这些年轻人应该 讀书、玩耍 很放鬆的生活 但现在变成了 我们每天都会去波底 金钟 这些地方 去争取我们 属于香港人 应该有的自由 还有可能有时 要冒着被捕的风险 要承担 我们现在出来的后果 所有的法律责任 我们都要 要允许 这个社会 迫到连青少年 都要站出来 是很可悲的一件事 6月21日 示威者要求特首 回应他们诉求的限期过了 网上发起升级行动 Cita和阿华 这天都有来 不过应不应该跟大队走 就显得很矛盾 我们现在要包围警察 不是包围警察 有人说去警察 有人说去静重 有人说去警察 我不知道 我又收到中华穿出龙河道 我不知道 原来很矛盾 如果你这么少人 我们中华山青年人去 只会危险 部份示威者在上午 已经占领了下角度 以及包围警察总部 你们没有机器? 你们先回来吧 那边一定会冲 是, 快点回来吧 拜拜 网上一直流传不同的消息 包括是否要冲击警察总部 Cita一直留意着事态发展? 直至收到有同伴过去警总 他担心朋友的安全 所以决定一群人过去找他们 原来开始 这么 DVD 因为现在其实警察動作 我不 marketed 但 vid我们定在演 helmet 反而一定如此 便算很危险 因为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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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好 剛才找到我們的朋友 擔心他們的朋友多一點 心情多一點 現在好一點,因為全部人都回來了 而在這天 阿華就一直選擇留守 立法會示威區 太危險了 因為警衆那裡我已經收到消息 已經操縱了一些防暴警察 我怕可能會阻到一些 真是有經驗的人 還有都是擔心自身的安全 我擔心今次的行動會有很多人會受到傷 因為你們三次都會對 我跟他都會受到消息 我會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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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上街後, 特首林鄭月娥 除了出席一次記者會道歉外 再沒有延伸 示威者一直批評政府 沒有回應他們的訴求 包括接回逃犯修訂條例 這晚, 市民趁著G20高峰會前夕 再次集會, 希望引起國際關注 阿直是大學生 今年二十歲, 正在上暑期工 下班的時候, 集會已經接近尾聲 他仍然趕來 釋放二十 我不會想到他那麼遠 明天G20 我們站在這裡做到甚麼 很實質的改變 但我覺得留下來是團結的象徵 想給這個世界一個訊息 就是說我們香港人是反對送中的 撤回那些對一些異事的控訴 懲罰一些濫用職權的警務人員 阿直在六月十二日都有在金鐘 中了人生第一個催淚彈 在警方兩邊夾擊青腸市 他跟其他示威者唯有勇去中信大廈 我應該是在第二顆催淚彈 即是來的這顆 對, 應該是這裡附近的人 這個門也開不了, 都逼死了 我跟前後的人說大家不要逼 因為逼大家就差不多人踩人 很糟糕的 我想令我哭的不是催淚彈 令我哭的是這個政府 為何要用這種這麼卑鄙的手段 尤其是警方在說 他們使用的武力是不漏如地的 情緒困擾其實也有 有時不知不覺好像自己仇恨警察 有一點… 看到警察很反感 六月連場大型示威運動 無論是和平還是有衝突 阿直說政府也沒聽過他們的聲音 令他情緒一直很大困擾 他甚至抑鬱症復發 要吃藥才可以平復情緒 我接近崩潰的邊緣, 哭得閉嘴 對, 鼓勵 情緒來說, 坦白說 還沒回復, 坦白說 反正我覺得 似乎站在我身邊 還有很多同老的人 所以我覺得 就算情緒不好也好 我也找到一些心靈的遺症 因為我知道 抗爭的火苗已經散播了 是 15岁的阿华 因为参与反修例运动 而首次走上街头 经历过大游行 包围特首办 又多次参与在立法会示威区的活动 他说不知道还可以做些什么 令政府听到他们的诉求 这天他就和一帮同学 夹钱自资人制传单在街头派 我们今天派出希望政府回应这四大诉求 就算有些香港人不愿意去收传单 他们都会笑着 沿路上都会有一些人去支持我们 阿华过去一个月 密集式地参与抗争运动 他在621包围警察总部时 选择留守立法会示威区 你晚知道有人再次发起包围行动 他决定去现场 新方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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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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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搞 吗 哈 刚才就是有警察能继续进入 你丢人吗 你丢人吗 太自来 不害怕 因为我了解到自己能力也能重复 走出来 安全车就走这些 bar shorten这些 通常这些都相比很笨 风筒 Riv line 警察刚刚就拍摄看我们发现示威者的照片 我觉得他们拍摄我们 更加有挑衅性 阿华知道参与这些活动 随时有被捕的风险 他又向父母教导自己在哪里 父母一再叮嘱他要小心 我始终觉得真正要追究 就是楼上那群高官 而不是我们 他们拘捕义士 不肯撤回 我觉得整件事很反智 因为政府到底是服务人民 但是服务中央呢 这两个几星期以来 市民发起不同的抗争运动 包括向各国领事馆请愿 包围政府部门 拾外调略 拾放逸致 拾放逸致 反重周 反重周 抗莫法 抗莫法 又在全球登报 要求撤回收礼 政府对民间诉求被指无动于冲 特首林郑月娥更加过几星期没露面 пользовat ох 拜训 也很想赔 自营 起大 用 вод 做路面的 trem 在路上的事 船船 在 universal 把它 fearless 帮 Google 尤 说 我 应该 7月1日, 回歸紀念日 民陣災到發起遊行 不少市民一個月內 遭到上街表達不滿 沒有報告… 只有報告… 今天入園會真的十分有希望 好像第一次出來 我覺得無力也好 我都會選擇走出來守護我自己的家 MT, 打開… 現在政府還未回應四大訴求 所以我們有必要出來表達我們的聲音 我覺得我們三次走出來代表政府莫視民意 我們要繼續走出來告訴政府 我們還未妥協 下角度正宗一行 很需要大家的聲援… 大家一起打招呼… 有嗎? 有嗎? 大家在聲音嗎? 有嗎? 有嗎? 三大… 三大… 在場那麼多人都想為了投入這項運動 其實這麼多人都是為了爭取自己的自由 可以為香港更加速一分力 去…投票… 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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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這次運動不會因為政府不回應 而無緣無故斬平或平息了 我們有的一定是時間 就是你們一天不潛 我們一天都可以跟你繼續對抗下去 因為這個是我們作為香港人 一定要爭取我們本身擁有的東西 揮手… 我對此感到十分憤慨和痛心 並要予以強烈的譴責 揮手… 揮手… 仲然这段时间会感到灰心、失望、无力 但设计绝对不可以感到绝望 虽然不知道黑暗会持续多久 但请相信光明最终都会展成黑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